我演藝圈的一個前輩 然後邀請我們在那個 西門町樓上 然後一個大的一個 對 宴會廳 然後我就邀請 那時候我跟北京結婚囉 邀請我們兩個去 然後當天的風格是 那我們講說海灘風 是前輩邀請我們去的 海灘風應該滿好的 滿好的 但是 我就跟我老公 兩個跑到大賣場 我買了一件 最大女生的連身泳裝給她穿 她就因為她被我說服 我就說拜託妳配合我 我們兩個因為 前輩要拔出頭 我們兩個一定要 讓對方感覺到我們很有誠意 然後我就讓她穿那件 我還記得那件還在我們家 全身都小點點的 因為太大件 她要套上去 她說我可不可以到那邊再換 我說不行 妳到那邊再換 妳到那種家裡就換好去了 因為她的地下有停車場 所以其實妳可以走出來一點點 然後穿戴外套其實還好 對 我說到裡面去換 就沒有誠意 但我還不只如此 我穿完之後 我還去買了一個游泳圈 然後前面是一隻丫頭的 天啊 天啊 對 我叫我老公套上去 然後我也套了一隻 於是一進去 我們就說 生日快樂 然後就給她看一隻丫頭 我一進去 每一個人都只穿假腳駝 跟海洋風的襯衫 然後遮羊帽 就帥跟美 沒了 然後重點是 因為我們兩個想要很誠意的 來這一場派對 所以我們兩個沒有帶任何 更換的衣服 於是 你們就戴著丫頭 對 然後因為是前輩腰 所以我們不敢隨便走 到後來每一個人都喝醉 喝醉就說 丫頭 不是 妳不是丫頭 丫頭夫妻 我跟你們兩個拍照 然後就拍照 然後拍照就說 我FB要PO你兩個 好可愛喔 因為我自己還好 我覺得我出球我習慣了 但Ben是戴了一個 很貼的有帽 因為她頭髮已經被壓扁 她拿下來更得痛 我就說那妳就微微戴就好 所以她從頭到尾就是那個裝扮 沒辦法 好慘喔 而且其實我都 畫像那裡要怎麼弄啊 我記得她的 畫像會有一包喔 對啊 會有一包耶 她是穿Legging 因為打籃球 打棒球 她們都會有一個Legging 她就穿一個Legging 然後裡面穿這樣子 那還是滿一包的啊 她那件真的頗大 所以就浪浪耶 我們的重點一點放在那裡頭 有畫面嗎 浪浪 沒關係 她有壓頭擋著 對 所以壓頭很重要 對 真的真的超糗的 而且整場都用那個造型 對 有必了 雖然我個人覺得 就是我自己空空 但是我接下來要分享的這個 我覺得是很 我現在要整個人變嚴肅 我跟她說什麼 什麼 妳要念經了是不是 沒有 什麼 大的畫的 大 變變 有關於扁邊的事情 對 大家知道 先跟大家聊一下 大家知道一般的 因為我女兒嘛 對 大家知道小朋友 一般的功課數升出來 大約平均是落在幾功課嗎 三千 兩千八 三千上下 兩千八 三千上下 我女兒是 四一 四一功課 四一 四一 四一功課 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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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幾了吧 你把它養得很好啊 對 在肚子子的時候 就把它養得非常地好 所以那時候基本上 我整個孕期啊 我胖了大概二十幾公斤 所以那時候孕期 就是生完之後 我就很想要趕快 就是把它瘦下來 對 所以但是那時候 基本上我的時間 我連通告都還沒有辦法接 我的所有的時間 都綁在小朋友的身上 對 也沒辦法上健身房 我也沒有辦法 就是在家裡 自主運動訓練 都完全沒辦法 那時候睡覺都不夠睡了 餵奶 對 餵奶 就是真的非常地忙碌 所以那時候基本上 我又很想要趕快 回到我產前的身材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 那既然我什麼都沒有辦法做 我就來爬穩好了 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讓我就是 慢慢地快速地變瘦 回到之前那個樣子 然後我就爬穩 然後就爬到了一個玫瑰水 結果我一買回來 我一喝就好喝耶 結果還不錯 然後到半夜大概十二點多 一點多的時候 我肚子算超痛 腳痛 痛醒 結果我就直接坐在馬桶上面 幹嘛呢 扁邊沒錯 但是是拉水便 它那個 幹嘛離開馬桶 對 拉得過一個多鐘頭 那個太傷身體了 然後那時候基本上 已經快要脫水了 真的嗎 我那時候還是繼續地 使用這個方式 然後再來呢 又加了一個方式 我就找了一個叫 藍色小藥丸的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 吃過那個 有一陣子演藝圈裡面 很流行 我都不能大笑耶 那一大笑就 我只是講什麼 你只要一大笑 我們就講 說什麼啦 講完你一講 好 就會 就會有髒丁出來 就會上出來 所以基本上 你吃那個藍色小藥丸 你必須要做一件事 就是你要墊護墊 對 因為你隨時會幹嘛呢 放屁 會放什麼屁呢 放油屁 對 油屁 藍色的油屁 油 對 所以基本上 然後那時候我就剛好 跟我朋友去吃飯 吃一吃 然後我那天剛好忘了墊護墊 然後我就 也就是在笑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為什麼我的屁股異致 好感情喔 好可怕 然後之後我想說 完蛋了 我今天出門我忘了墊護墊 那妳有 妳是穿白褲子嗎 我不是 我穿牛仔褲 我要去買個丫頭的游泳圈 沒有 不行啊 然後之後我就去廁所 然後把它處理乾淨 但是大家知道 那個油屁是有味道的 對 所以我就處理完之後回來 還是有味道朋友 但是一下這樣 它量就會很多 很多 壞很多 那個其實 我以上講的這兩個方法是 不對的 請妳不要去嘗試 是不是我很認真 跟妳講不要 然後之後我一回來 一回到座位 然後我朋友就說 怎麼會有一個 是有 魚腥味 就是那種 真的是一個很 就是真的會詭異的味道 而且好幾個服務生經過都滑倒 對啊 滑走你了 因為地上太滑 太滑油了 沒那麼誇張 對 然後那時候就 我就說沒有 因為我最近在 就是在減肥 我吃中藥 可能嘴巴有一些 比較不好聞的味道 那我那時候想說 我自己講這個也 講自己嘴巴有味道 也不是 也不好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我就上網又找了很多的 就是一些文章跟一些方式 然後我就找到了 一個我個人覺得 我決定要好好的試一下的 我今天有帶來 低卡乃昔 這一個 這現在很紅啊 對 他現在非常懂 對 他就是姊姊代言的 我就是剛才先經驗姊姊代言的 而且姊姊這麼瘦 她有在喝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就來試試看這個 低卡乃昔好了 結果我就發現 它非常的棒 它有這個 專利的藤皇果 還有 那它使用的方式很簡單 它就是加冷開水就可以了 然後我今天有帶來 大家可以試喝一下 而且它這個口味好特別喔 海飛奶茶 它有吃很多種口味 那我們我今天帶來 海飛奶茶不甜嗎 不會甜 而且它裡面 那它這樣子一包的熱量 是多少卡 好香 一百大卡 只有一包 就是一百 一百 它可以就是讓你有飽足感 有飽足感之外 它可以幫你 其實纖維很重要 而且很好喝 然後呢 好甜耶 不甜 而且你還可以 加入鮮奶 一起喝 然後搖八秒鐘 就可以馬上來喝了 這樣子基本上 增加飽足感之外呢 還可以幫你 就是不會吸收太多的熱量 以及澱粉 幫助你新陳代謝 而且它很濃稠耶 真的特地會有飽足感 就是像奶昔的感覺 對 它的味道跟那個 我們一般的那個茶香 它的茶香其實 堆疊得滿好的 對 對 而且完全沒有感覺到 就是甜度 對 它不會甜 微微的這樣子 一包才一百卡 一百卡 所以你後來就喝這個 變成它可以取代 我們的一餐 對 可以取代一餐 像我之前 我那時候生完的時候 我的背 基本上我是不太敢 穿這種衣服的 我也不敢穿這種 有點透明透明的衣服 那我現在就這樣 沒有 這個其實好娃娃裝耶 對 其實是滿危險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 經過這些日子努力 然後我覺得慢慢慢慢 把自己的狀況調整 重點是你喝了這個 就不會出糗 對 沒錯 就不會突然 就是不能大笑 突然那個什麼油 或是什麼 對 我也是這幾個月喝這個 因為我也是發生了一個 真的滿丟臉的事情 就是我其實 不會每天都會就是 我雖然說每天都有運動的習慣 但是有時候可能 我想說看一下我的行程 後面兩三天沒有通告 不用露臉 那我就會放縱一下 想說偷吃一下鹹酥雞 就披薩 那種高熱量的東西 可是你通常連吃三天 你就會很容易覺得 你那種放縱一下 是連吃三天 對啊 你也太放縱了 你放縱一餐就好了嗎 沒有... 他連吃三天 你如果一到五 到已經覺得說 我這五天都有 可能要跑紅豆啊 就是... 你那樣子你都罵他 我剛還在想說 我... 我好像沒有收斂過 就是會有... 真的會有三... 就是會想說 我是先看好這兩三天沒事嘛 我就想說 那就盡情吃一下 然後結果到了一個隔週 禮拜一開工啦 我就跟男朋友出去 那我就剛好又穿了 今年流行那種五分褲 我就新買了一條 很緊 很瘋 就像小可肩這樣 對... 然後很瘋 但我真是牛仔褲 所以這邊就是拉鍊扣子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去喝咖啡 結果到咖啡廳的時候 我那時候猛站起來 我男朋友去點咖啡了 然後我也站起來 想說我要去加點東西的時候 一站起來 然後我就猛一個用力的時候 啪那個扣子就飛到 對面他的咖啡飛 然後我就想說 然後我就說 當然是真的先罵一下 然後就想說那先用 就是手車 隔扣子 那時候當時交往很久 還是剛開始 沒有 我們已經在一起一年多 是沒有關係 但是我很尷尬 我怕旁邊的人發現 有一個東西飛出來 扣子背後褲真的很丟臉啊 真的 對 真的太丟臉 然後結果我男朋友回來的時候 他還想說 他看了一下他的杯子 因為他真的要喝 然後他想說 怎麼裡面有東西 然後他本來還想要去 就是罵店員說 他要換一杯或什麼的 然後我就馬上阻止他 然後又不敢太大聲 我就小聲的跟他說 是我的褲子 然後這樣給他看這樣之類 就是意思是 你不要跑去跟店員客訴 不是他們 是我的問題 然後我就趕快就是 坐下來 然後一直全場遮著 然後他就說 你這太誇張了 新買的褲子就已經這樣崩開 他說我是不是就是 連續真的吃太多 是褲子的工作得不好 對 也是啦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